好,你看,我们现在看那个圆主体 你电流增加一点点 B场就是增加一点点,对不对? B场增加一点点 增加一点点 H场增加一点点 Magnetization这个时候,由这个KiM来决定 起初这个KiM在刚开始磁化的时候 它并不是很大 但是你继续加电流 电流继续增大 电流继续增大 那H场就加大 H场加大的话呢 这个就变了 KiM就变得 不是像刚刚那么小 就有一个巨变 它就是变成这样子 它这个 变成这样子 你看,原来是怎么样 我这画的我有点夸大 它是很小很小 就是贴近这个地方了 邪率其实很小很小很小 现在变成邪率这么大 好,然后你 再继续增加 那么它 就再继续吃化 本来这个地方 要拖得很长 我们就 好像这个地方把它断掉一样 就说这个其实 要很长的地方去 结果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继续增加 继续增加 实话 我说这个scale 这里scale把它压缩 其实这个scale放大以后 它是一个圆滑的曲线 好,那你再增加电流 这个平的地方就是说 你再增加电流的时候呢 它饱和了 你不能再增加 B涨不会再增加了 它是这个样子的曲线 那就是说 你这个物质 被磁化了 这铁磁物质被磁化的时候 B跟H是这么样的一条曲线 我们等等再来看 好,现在我们就说 这种的model 我们铁磁物质的model 我们可以用这个 来看 我们用一个二维的一个图形来看 我们知道顺磁物质 它是一个原子里头 可能只有一个电子 它因为轨道的运动 产生这个magnetic moment 没有被抵消 所以它会有顺磁的 但是铁磁物质 它是一个原子里面 不止一个电子 它的磁矩没有被抵消 可能有两个 不但是它比顺磁的多 而且呢 它是同样方向 有同样方向磁矩的这个原子 或者是分子 都集在一堆 都集一堆 所以它就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这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区域 区域 那就是说 一个区域里头 它的这个 磁矩啊 永久磁矩 是朝这个方向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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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在一堆 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很强的磁铁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地方挖下 当然这个小得不得了 挖下来 它就是一个很强的磁铁 但是在它旁边的呢 方向就不一定了 就跟它不同了 是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避免画那么多 我干脆就这样子画一个就好了 画一个就好了 就说它里头有好多好多的magnetic domain 叫做磁域 magnetic domain 这个呢 叫做磁域 magnetic domain 磁域里头 有同方向磁局的分子都挤在一堆 相邻就方向就不同 因此呢 整个看起来它是凌乱的 所以像铁钉 铁钉不会吸铁钉 因为它原来的磁局是乱的 那么 这是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是这样子 那我们 现在表示它凌乱 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图 来表示 这是这样子 好 它的磁局 这大小都一样 方向呢 正好一对一对相反 那就表示说 它原来是凌乱的磁局啊 现在 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是这样子排列 就抵消了 外面没有磁场 但是等到你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啊 它就开始变化了啊 因为它是铁钉钉物质 好 没有外加磁场是这样子 我现在加一点点的外加磁场 你加B场也可以 加H场也可以 就是说有一点外加磁场 External 它就让它磁化 这个不太强的时候啊 它的磁化就是 这样子的 跟它同方向的磁域呢 增加了 范围变大了 其它的范围就相对的要缩小 对不对 其它的就缩小 那它现在就不能抵消啊 那它最后加加金简方向 不一样的抵消的话 最后 一定有这个方向的 它就被磁化了 磁化以后就有一个方向 跟外加磁场的方向一样 比如说你这个 SN 外加磁场 它也来个SN 所以 N级对S级 它就会怎么样 相惜 对不对 好 当这个外加磁场 这种叫做Boundary Shift Boundary Shift 就是边界的迁移 边界迁移 OK 这种 这种的 我们称它叫做边界迁移 边界迁移 好 放B场更大一点的时候啊 B场变得 比这个更大 比这个大一点 它就变成这样子 边界迁移是可逆的 可逆 就是说 你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呢 这边增加 当你外加磁场 撤走以后啊 它又回复到原来这个状况 可逆的 是reversible 那么当这个在增加的时候啊 它就有Boundary Shift 这种状况啊 这种状况啊 变成reorientation 就是它重新排列 它的词局啊 现在啊 这一边还是这样子了 这一边就有偏上面的 这个本来这样 完全向下 现在偏一点 向下的比较少了 这完全向左 它偏上面一点 reorientation 就是重新 重新排列 ok 这种是reorientation 这个 到这个时候啊 如果这个B场还是不太大 它仍然可以回去 可是当B场更大的时候啊 这个reorientation就变得很厉害啊 你B场虽然撤走了 回不去了 它这个不能变回去了 这个时候这个物质呢 就变成永久磁铁 就变成永久磁铁 ok 如果你继续增大的话呢 继续增大 那么 不管你多大 反正最后 大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这样 全部都跟他 都跟外交磁场 排列一致啊 你再增大也没有用了 什么 边界还在 边界还在 就是说他 比如说你 H厂朝这一边 那他这个orientation就 就朝这一边 等一等H厂在 往这一边的时候 饱和的时候 他又回到这一边 所以 你如果在那个线圈啊 交流线圈里面 加一个感应器 你接到这个耳机里面去 会咔嚓咔嚓响 你朝这一边 saturate的时候 然后突然朝这边又saturate 你会听到他这个 被搬过来 响咔嚓一声 这样也咔嚓一声 那么 这个就是饱和状态 饱和saturate 饱和了 我们把这个写成H厂好了 写成H厂比较好 H厂先 先化成这个 不过也不一定要H厂才能够磁化 你如果说 有一块磁铁 有一块磁铁 很强的磁铁 所以你们到实验室要注意 这里头有个强磁铁 你戴手表进去 你手表会被它磁化 这叫饱和 那这个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边界迁移 然后reorientation 边界迁移 比如说就在这一点一点地方 它还可以回来 然后到一个地步 它就 permanent 变成permanent magnet 它回不来了 是irreversible 然后你磁场再加大的话 它就saturate saturate的话 你再加电流 就是加大磁场 你要让它鼻涨 你要让它鼻涨增加的很有限 这就是一般的铁瓷物质的磁化 这很有意思 我给你讲 要特别注意这个 我们大自然 有很多现象 有很多现象 都给我们很多 给我们人生有很大的一个启示 比如说这个来讲 这个h场 全部由电流产生 对不对 我加大电流 加大电流的话 这个h场 我用个别的颜色画 这个h场 就一点点 一点点加大 一点点加大 h场 你电流月 加很大 h场就变大了 但是呢 你这个h场的增加 那对B场的增加 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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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有限 你们可以做个实验 你到实验室找那个七包线 那电线 你拿一根铅笔好了 把它绕 绕着螺线管 绕很多渣 然后把铅笔抽出来 就是空的 对不对 或者铅笔插在里头 没关系 然后你把七包线的两端 把七抛掉 然后接到一个小电池的两边 一接 你这个装置 就可以当磁铁 有磁铁 有铁钉在旁边 你可以吸它 但是这个力量很小 这完全是由H场 电流变成H场 H场变成B场 就是μ0H μ0H 这个时候B场是 μ0H 这个时候的B场增加 它就是 这一段 μ0H 这一段 这一段 对于 这个 B场的 贡献 就是μ0H 但是 你这个H场 增加的时候 KiM改变了 KiM改变了 KiM比这个大的太多了 KiM N 比这个 这个是μ0 M μ0H 我写错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μ0 μ0 OK 这个 这是E 对不对 这个 比它大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你看 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增加的 这一条线呢 是 等于什么呢 等于μ0 乘上这个 Ki 这是μ0H 就是μ0 KiM H 多一个KiM 多一个KiM 这KiM比 比这个 比这个E要大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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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不是 这个 我等你等 KiM 这是KiM 没错 μ0 B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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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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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等于等于 我写这个好了 用这个好了 用这个好了 OK μ0m 如果你把这个m要 要看成这个的话 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画成这个 我们用μ0m来看好了 这个就是μ0m 你看 这个时候的贡献 就是说H场到这里的时候 H值到这里 B场到这里 那这么一大段是由 磁场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 由它本身的特色 它本身具有这个本事 本身的km就有这个本事 就是说 它很容易磁化 你只要稍微的 给我一点点刺激 它马上就 磁化得很厉害 磁化得很厉害 比如说电磁铁 它是用软铁做的 你现在我刚刚不是说 你铅笔外面绕电线吗 对不对 你现在把铅笔拿出来 抽出来 换一根长的铁钉 有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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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汉油的卖 俗称叫做棺材钉 定棺材用的 你把这个铅笔抽出来 然后把这个棺材钉插进去 你再一通电 哇 这不得了 这个时候的磁铁 磁性好强 你铁钉拔得很远 它都可以把你吸过来 你回去做这个实验看看 那么 所以说一个电磁铁 它一定要用铁磁物质 做它的铁锭 当你通电流的时候 这个电磁铁磁力就非常的大 可以把整个汽车就把你吸起来 如果你这个铁锭是用一块木头在做 有没有用啊 你通电流会吸东西哦 小铁钉它照样吸起来 但是你要吸这个大东西就吸不起来了 所以说 你要做磁铁 电磁铁 你一定要找什么材料啊 铁磁物质 所以 大自然就告诉我们 每一种物质啊 有它的天生的特点 那木头不能做电磁铁 什么木头就没有用啊 木头有没有用啊 如果这是个块木的话 它比这块 软铁 还贵重的多了 木头有木头的用处啊 你干嘛拿来做电磁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啊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啊 你从生下来以后 然后要走到社会上去 发展你自己 对不对 你第一件事 要认清 你是什么材料啊 你是什么样的一块料 要认清楚啊 你是木头 你说我要去做电磁铁 那一定失败 那一定失败 木头有木头的用处啊 你干嘛去做磁铁啊 今天我们这个教育啊 很失败的地方就是啊 从家庭教育开始就错误了 一个 现在很多家庭的父母啊 就把儿子拿来 你看隔壁那个王伯伯 他当医生啊 赚好多钱啊 你将来要去当医生 我有朋友 他就叫儿女 就是要去当医生 如果我爸爸叫我当医生 我现在老走 就被关到监牢里了 我常常犯错误 对不对 我整个开刀 可能开左眼 就变成开右眼了 那开肚子 什么剪刀什么都留在里头 所以要看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 适合做什么工作 你就去做 不一定要当医生 不一定当医生 跟你讲 你的露营都把你的脚 给它露起来了 上课还是要有一点规矩 那么 像小孩子 很多现在家长教育小孩子 不是很流行那种 那种 什么 不是爱的教育 那是不爱的教育 我跟你讲 像什么才艺班 音乐班 去音乐班去念 显得比人家都高一等 那么 我看了太多 因为我这两个小孩子 念音乐的 我看了太多 他的同班同学 根本就不适合做 念音乐 但是他父母就非逼他 念音乐不可 痛苦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他为了考音乐班 音乐班除了考你音乐之外 还要考什么 自力测验 性向测验 看看你性向 是不是适合走音乐这条路 看看你的智慧够不够 自力测验 结果他们都去补习 补习班 补习性向测验 补习 补习自力测验 然后考上了 考上的时候 他父母很开心 这是他儿女受害的第一 开始 为什么 因为同一首曲子 他老师 钢琴老师教他弹 他聪明的 一教就会 一点就通 他回去不要念太久 大概每天半个小时 就绰绰有余 老师教的他都能够懂 就是他有这种音乐 音乐性 一点就通 那个没有音乐性的 就是不通 然后他父母就强逼他 给我弹 不行的话 你比人家差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还不行 就是五个钟头 这样下去 手都弹坏了 那个音乐老师 我听那音乐老师讲过 有的小朋友 一教就知道他行 有的就知道不行 有的就是有天分 有的就是没有天分 那没有天分的 跟有天分的在一起 那不是很糟糕吗 不是不单音乐 还有这个数学之忧班 也是一样 人家这个题目 很容易就会想 你就想不出来 但是你又在这个班上面 怎么办 你总不能说 我比牛头班的还差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听了 我给你讲这个 你就要听了 不要去讲话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都没有把它摆在心上 都没有把你的前途 考虑进去 那将来受苦 就是活该 所以我们要走什么路 你自己要了解 当然父母 如果你有这个知识 父母可以帮你注意 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自己 要去发现你自己 发现不是两分钟就发现 也不是十个钟头 也不是一个月 也不是一年 好多年 你要仔细的观察 你才知道你的专长是什么 什么东西 你做起来得心应手 比人家都强 什么东西 人家一点你就通 你将来从事你的职业 就走这条路 我又有兴趣 我对他又有 这个 就是说 我的专长又在这一方面 从事这种职业 最快乐了 对不对 世界上成功的人 大概都是这种人 他不觉得 他的辛苦 他一天 可能做 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但他不觉得苦 为什么 就是他在玩 他觉得这个工作 就是他的兴趣 所以 我奉劝各位同学 当然你这个功课很重要 但你要花心思去认识你自己 OK 认识你自己 你是什么料子 你将来适合做什么 你认清楚了 然后再走 这个时候你就会 出脆拔肋 做什么事都很 都得心应手 比人家都强 就好像说 你如果是木头的话 你通电流 你的H厂增加到这么大 你B厂只是加这么一点点而已 但你很努力了 你电流不断的加 等于你很努力了 很努力 大概你这一辈子 温饱是没有问题 我可以吃得饱 有地方住 但是你要谈成功 谈成就 那是还早得很 那还不必谈了 但是如果你是这块料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 一下子 你看 你的本性就到这里 但你还是要努力了 你继续努力的话呢 你就吃花得很 很厉害 对不对 你的才华就比人家强很多 还是要努力 但是不能太努力 太努力就是疲劳死 过劳死 因为你饱和了 你再怎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的 但是就是说 你只要花时间下去 努力下去 你肚定比一般不懂的 这种窍门的要好很多 所以你们现在 才二年级 对不对 三四 研究所 你好好的 你多放去试试看 你是哪一 适合哪一门 你不要是 昏昏噩噩的 就跟人家走 不要 昏噩噩噩 去跟人家走 OK 人家怎么走 你也怎么走 你跟他不同的材料 讲到这里 我一定要提醒各位 因为这个对各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看一个 铁瓷物质 在瓷化的时候 不应该把这个 插掉 我们现在看 H厂 B厂 我们还是再画一个 我把这个 线圈呢 接在一个交流垫上面 交流垫 好 我们现在电流呢 从零开始 交流垫是这样子 它的电流 电流跟时间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 好 我从零开始 电流从零开始 电流一增加 H就增加 对不对 H增加的时候 μ就受感应了 于是 它 这条路 就变成这样子 比如说 从这里 H增加 电流增加 就是H增加 B厂呢 就开始 就说 这个物体开始磁化 磁化 这个地方就是 saturate 饱和状态 好 然后呢 到了 这里是 饱和了 比如说 饱和了以后 这电流就往下降 电流往下降的话 H就变小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的H 它回来 跟区域的这个路啊 不一样 比如说 在同一个地方 电流增加到这里的时候 B厂在这里 H厂还是这个 H厂是相同一个 回来的时候呢 电流啊 小到一个地步 H厂还是这个 但是 它的B厂 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就说 B厂跟H厂 它的时间呢 B厂比较慢 照理说 H厂过去 变大了 回来 B厂 B厂变大了 H厂回来的时候 B厂也回来 这就是 就是 起步走啊 就是一起走啊 对不对 现在H厂回来了 回到这个地步了 B厂还没有回来 那么这就是这个 叫做磁质现象 这个磁场啊 就有一点滞后 滞后的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的磁场啊 它就有一点这个滞后 这叫磁质 好 到了这一点 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啊 H是零了 H是零就表示 这个电流变成零了 H厂已经没有了 可是这个物质的有磁场 就是我电流都 电流都拆掉了 这个物质本身会有磁场 就变成永久磁铁 永久磁铁 OK 如果你这个时候电流啊 再反向的 反向过来 电子反向 反向 H厂呢 也朝相反的 方向 这个时候啊 它的H厂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到了这里就是 saturate 然后再H厂 再增大的话呢 它有 这样子 所以啊 你在这个 如果这个交流电 在一个周期里面 不断的这个 重复的这样子 重复的 进行的话呢 那它这个 路就是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 磁质曲线 磁质曲线 那么磁质曲线呢 每一个物质的磁质曲线呢 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磁质曲线呢 它会 它的面积大小 会告诉我们 这个面积大小 就是说 你这个物质啊 单位体积啊 消耗多少能量 比如说你 你从这个saturate 到这个saturate 本来是这个orientation 你把它变到这里 然后又把它掰过去 我们都会听到声音呢 所以它要有力量来搬 搬过来搬过去 搬过来搬过去 做工 对不对 要做工 做工就要花能量啊 这个能量是什么能量呢 就是 这个交流电给它的能量 磁化的能量 好 本来它只叫磁化 本来它这个 这个交流电在这个地方跑 比如说这个 像我们的transformer 我们这个 日光灯都有变压器 变压器就是要用交流电 做的 它有主线圈跟负线圈 那么 它一下子 比如说 一下子 它是 朝这个方向 saturate 然后呢 又这个地方又saturate 到这个地方又saturate 不一样的 所以它每一个周期的时候啊 就把它搬动了 它这个交流电本来是要 功率是要让电灯变亮 结果有一部分功率啊 跑去啊 搬动这个 磁化的方向 这次化的方向 你做工 做工就会怎么样 变热了 所以这个 变压器啊 往往会变成热的 如果你有这个coil的话 用交流电的话呢 它都会有这个现象 那这个单位 它这个面积 整个的面积就是它 单位体积消耗多少能量 消耗这个电能 所以面积越小越好啊 越小越好 这个 这个很胖的话呢 那就是 消耗能量 没有用的能量变得很多 如果越瘦的话呢 就是越好 好在我们 我们做transformer的这个 都是软铁 软铁呢 它这个 磁字曲线的面积啊 都很小 都很小 这个是 很难得遇到一个 就是说 对我们有利的 好 这个就是 磁字现象 叫做hysteresis hysteresis 当然交流店里头啊 这个会消耗能量 因为它把不需要能量变热 不但消耗能量 而且这个物体太热的话 会烧掉 所以你要找的材料就是 这个曲线越瘦越好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有所谓的 adicurine adicurine 那么adicurine呢 我们等到讲法拉第定律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绍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这个 磁性 铁磁物质 铁磁物质 那 还有两个题目 就是我们要算一算 一个永久磁铁 它内外的 B厂跟H厂 或者是它的磁力线 B厂的力线跟H厂的力线 是如何的 那我们有两个立题来讲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